咱们继续讲 民间数抄本 红方金钩炮 黑方应试摇炮 进走 致骂 也活通自己的马路 下面转成 五六炮 摆出离马 马上来以后就要踏中兵 抢空头 红方 进炮 哪这样黑方不敢 杀兵 因为这边一打 把这个马 削了 所以当前局面 黑方肯定是上马 保中路 黑方一看 都告诉你踏中兵 为什么不管呢 对不对 对 红方有什么反制手段呢 有冲兵 哪黑方不敢杀兵 红方要进兵 铁马 打空头 同样是空头 红方 双鞠都出来了 那黑方的双鞠还在家里睡觉 所以 挺足 红方进兵斜马 黑方如果 腿卧心马 这是一种选择 红方就高居 捉足 那肯定不能再进足 白送一手棋 所以选择平炮 出居是大方向 这个居盘出来以后 就有高居 捉的先手之力 但是没想到 红方不搭理 直接上马 黑方一看 是不是遇到傻子了 那你不能杀我的鞠 肯定要走吧 白赚一个马 这个马比杜鹅还远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什么呢 红方直接 气局攻杀 然后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回到 拱马的节点 马跳卧心 不死也晕 所以改成鞭马 呆马换火炮 势在闭心 黑方只能是横距 鞭马 灯炮 平鞠捉马 有平平挡住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浸泡 打鞠 你的鞠肯定要走啊 对不对 然后杀兵 然后杀兵 捉骂 红方 确实 要走鞠 但 不是这个鞠 而是这个鞠 公元大爷说话了 什么和什么 我打这个鞠 你走这个鞠 开什么玩笑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鹿子大群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直接 弃鞠攻杀 就说 两个鞠 你看着办 黑方如果执行原计划 炮打 红方就禁鞠 带袭了 然后 干掉炮 当然不能杀兵 因为卧槽 这个鞠比斗鹅还远 所以黑方抓紧平鞠 捉马 那这个马怎么办 平炮 准备弃马 献鞠 因为杀马 有抽鞠 当然黑方也不能杀兵 因为平鞠 带袭狼 抽着鞠 黑方不想丢鞠 只能平 一招逼命 当然 这个局面 不管也不行 因为平鞠带袭狼 进兵 拱鞠 在上马 都是凶招 所以黑方无奈 抓紧平将 红方就奉兵 然后平炮 亮出老帅 准备进局杀旗 黑方抓紧进尸 直接砍掉 没办法了 只能含泪 杀马 然后一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炮打 没露珠 那族杀呢 就干掉炮 回登族 在进兵 拱居 平炮打 那这个族 离不开中路 是吧 所以 居还是只要 只能走开 然后 照头一棒子 下面黑方 进向 捕后中路 居守住底线 红方 当然是 架上 中炮 这个时候 黑方的居 这个居 不能离开 夏二县 因为卧槽 只能平降 虽然还能 殿居 但是送佛归殿 又名 太监追皇帝 这个居 不能离开 底线 因为平居 叫杀 直接送兵 然后平居 进居 杀起 所以 当前局面 黑方无奈 只能是 磨鸡排 下面红方 平居 这个居一走 黑方就可以 捉马了 因为你抛架 走了 不怕打相 那黑方 居守住底线 你铁门摔 也是不成立的 红方 怎么下手 直接上马 黑方 进居 准备 一居二 但是 黄瓜菜都凉了 平兵 双江 只能走江 然后 有没有 然后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